大家好,据说这个包子鸡,现在人在北戴河 治他的偏瘫,治他的中风,躺在床上 各路北京的太监高官,每一天都是要跑到北戴河 去给他汇报工作,躺在床上听 完了以后见谁就骂谁,挺有意思的 说自己压力太大了 这个东西,反正北京过来的段子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听一听 又当时吃饱了,没事干,吹吹闲片,开开心 包子鸡自己知道,中国的经济不行了 然后他的性格你也知道,他也不想承认错误 其实,中国很多人说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很多人就说有解决方案,习包子下台 习包子滚蛋,或者习包子死了 中国经济再来一个人搞经济,搞开放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那关键是习包子他不死啊 其实吧,有一句说一句,习包子他也是个人嘛 是不是,是个人的话,人他是 叫做知错就改,是吧,难能可贵 人最大的,最好的风景,最优的状态 不是说这个人没错误,而是这个人知错就改 我称之为叫开放式纠错,对吧 我有一次在天泽研究所,我讲开放式纠错 然后我的朋友冯老师就说,哎呀,我觉得应该是开放式是错 而不是纠错,我当时就呵呵一笑 开放式纠错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理所当然的逻辑前提是每个人都是错的 人一开始就错了,人类社会的第一场行为 就是一场自由选择的错误 就是我们读过神经人知道啊 上帝说啊,你这个一年元里面中间那棵树上的果子 那是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你不要吃哦 是吧,你吃了就会死,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 你如果不吃,你就得永生,是吧 你就是一个永恒之人,你如果吃了你就一定会死 毫无疑问的,理所当然的死去 这构成一个选择命题,那人类呢就是脑袋一蒙 是吧,就被这个魔鬼给诱惑了 完了以后就吃了,所以人的理所当然的逻辑前提 它是错误,而不是正确 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最大的最优美的风景 就是知道自己错了,然后愿意改正 人类社会的所有的大历史 所有的信封学与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事情 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 每一个人理所当然就是处在错误的状态 意思是一个人他处在一个有想象力的人 他处在一个开放式纠错的状态 所以我上来又给他说点理论啊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不见得包子里要死 不见得包子里要辞职,不见得包子里要下台 你说是不是,包子里只要承认自己错了 然后呢跟美国呢就说一声我错了 我们中共过去这么四十多年我们加入的这个WTO 我们说的话更放屁似的,我们没有说话算数 我没有契约精神,我们从现在开始改正好吧 请美国人,请欧洲人,请全世界的人原谅我们 我们愿意做文明的一个成员 你真认为自己错了 西方人就心头一热就原谅你了 大家又在一起又当官方再死老婆又赚钱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是不是,包子他的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死 包子死了没暖用 我跟你说包子此时也没暖用 再上来一个人又跟包子一样的又死不认错 所以问题说在这个地方 说包子就天天骂人,天天骂人 网上有个段子跟大家念一念啊 说这个手掌席包包在北大河中风偏瘫了啊 完了以后脑子也跟着出故障了 一大堆问题 然后呢把北京的一帮太监呢一个一个的找来驯化 来一个骂一个,骂的是个猪狗不如,骂的是狗血淋头 骂的是口水四驾,骂的是心风雪雨 骂的是北大河的海边都起了风呢 是吧 然后呢就经常说一句话 他妈的,静悟一阵是男儿 没有一个有暖用的,没有一个顶用的 都他妈的是废物 都他妈的吃饱了,吃闲饭的 都他妈的不顶用 是吧 都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独当一面的 都他妈是畜生是傻叉 然后把这些个什么常委啊,把这些个政治局委员啊 这些个部长啊,他妈的一个一个的 真是是裤呆子都骂松了,挺有意思的啊 然后骂着骂的就说一句牛逼的话 我的压力太大 我也是个人,我能力有限啊 我不想干了 你们中间谁干的啊,你们举手 我们开个会讨论 我把这个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 国家主席都让给你干好不好 所有人都在那里吓得真是 真是当场大小的事情 谁敢接这个话呀 谁敢举手啊 就是让斯巴兰去举手 试试看看是不是 说不想干了 说罕见的表达 仔细不想继续干了 压力太大了 年纪也大了 是不是 没有一个顶用的 我一个人能够顶住 我顶不住啊 是不是 而且还骂 骂这个邓小平不是个东西啊 骂这个江泽民胡锦涛不负责任 搞几股床花 然后把个男的摊子就就就就交给这个习近平 是不是 完了以后这个共产党也完蛋了 经济也垮了 外交也不行了 是不是 打又打不过 要打仗吧 又担心打不赢 又不打仗吧 军队的人说不定要把他暗杀了 你说这个日子怎么办 就一盒烂摊子 让我来捡这个烂摊子 有意思了 前面那几个人都不是东西啊 所以现在 现在这个 说你毛泽东也骂 毛泽东 留下个一抢二白的什么烂摊子 是不是 搞得跟石新锋一样的 所以现在说北京这个开会的时候 现在的主席台上面只有三个人的照片 一个是马克思 一个是恩格斯 恩格斯 是吧 然后的就是西包子 中间什么聂尼 什么斯达尼 什么毛泽东都不见了 邓小平就更不可能见 为什么有些人看不懂西包子怎么这么牛逼啊 王沪林早就写个文章好不好 习主席是当代的人 那时候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不是 他当然他的思想太伟大了 直接对上马克思恩格斯 是不是 你念你斯大林算什么玩意儿啊 毛泽东你算哪根葱啊 你个土包子 是不是 你这个满口牙齿臭烘烘的家伙 不行 直接就过渡到这个什么 从马克思恩格斯一下子去跳到习近平牛逼烘烘的 是不是 然后把这帮老东西都骂了个遍 说你们你们这帮孙子啊 我要用炸弹炸死你们这帮狗人的王八蛋啊 是不是 一个也跑不掉 是吧 把你们共产党都炸了才好 才有新中国 是不是 你们根本都他妈的不是共产党人 全中国就我一个人是共产党人 所以我他们的直接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 我是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把你们这帮孙子搞死了 把这个邓耀平江泽民胡锦涛都都都给我他们的错误扬灰 是不是啊 让他们滚粗 然后我们的中华民族就复兴了 骂的这个狗血淋头 骂完了以后骂那些个部长 骂金融骂中央银行的行长 骂银行 骂房地产公司 骂国有企业 都没良心啊 你们都把国家的财产逃工了 都给他们给我抢回来 留一堆债务留给我 我怎么办 我又不能他们的又不是神仙 是不是 你们这帮孙子一定要把钱要交出来啊 从现在开始人人都要交钱 谁不交钱我弄死谁 你们如果不交钱 要么你们死 要么我不干了 要辞职 我要辞职 一哭二老三上吊 要辞职 完了以后 就说骂完了以后 又在海边散步 海边算个屁的伯 他都中风了 是不是 说你把窗户打开 窗户打开 还让海风吹进来 我要读读 我要背读毛主席的诗 大雨落幽阴 白浪滔天 情黄岛外 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换了人间 哎呦就最后一句话牛逼 习主席干的是 换了人间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当这个 共产党的总书记 当的没意思 压力太大 你还不如当个习皇帝 所以有人听明白了 表面上是说要辞职 其实呢是什么呢 是想当皇帝 是不是 把共产党的江山给掀翻了 所以说习包子是 共产党的总加速师 那绝对的 那绝对是一个最佳人选 所以我就跟你说 土工中国 他现在不是说习包子死了 中国就有希望 习包子死了 中国一样的没希望 不是说习包子辞职了 就有希望 习包子辞职也没希望 我跟你说 中国整个的氛围没变 就人人都不承认错误 开放式纠错 是我琢磨出来的最重要的观念 真的最重要的概念 它是个思想式概念 它不是个政治学概念 你人一定要承认错误 然后纠错 你要当年日本 是不是 日本的天皇 把这个日本折腾的那样 跟美国人打仗 原子弹把他轰的 轰了以后呢 人都不承认错误的呀 所以麦卡斯将军 天天跟这个天皇在一起吃饭 聊天 劝他承认错误 什么是错误呢 天皇的错误在哪里呢 天皇的错误就是 天皇以为自己是神 完了以后天皇的臣民 日本人以为天皇也是神 你的错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 所以天皇就发表了一个人间宣言 据说是麦卡斯建议他怎么说话的 像整个日本的公民说 你们的天皇 开放我不是一个神 我只是一个人 这就是错 这就是纠错 开放是纠错 这个错误具有本质性的影响力 彻底颠覆了日本的整个历史的进程 让日本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 真的是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共产党也别想共产党 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中国太大了 没那么容易啊 中国但是可以变成一个吃喝嫖土操的 大家能安静过日子的一个国家 是不是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要承认错误 细胞子你代表共产党 你要跟美国人谈个判 是吧 说我们错了 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家让你加入世贸组织 人家跟你做生意 结果你不遵守世贸世界贸易的规则 你破坏了WTO的规则和秩序 所以所有人都给你不干了 所有人都给你尿条子了 所有人都给你封锁了 所有人都封锁你的技术 封锁你的市场 那你这样搞下去 你没有一点希望 所以解零还须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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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什么人 所以你的承认错误 一承认错误 立马就又可以当官发贷 死老婆 又可以气血成群 又可以儿孙满堂了 为什么不呢 不 人哪 最大的 最难最难的事情 天地之间最难最难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敢于承认错误 你也是一样 我也是一样 知道吗 而且你一定要记住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当我骂习包子不承认错误的时候 我他妈的也不承认错误 都不是东西 我从来不把自己摘出来 所以有些人看我批评中国的事情 批评共产党的事情 他说你怎么也怎么说一大堆 我心想我又没说自己是一个例外 是不是 我也不是个东西 每个人都不是东西 中国才这样 如果有一个人是东西 中国就不会这样子了 谢谢啊